男人每天晚上都将铅笔对准弟弟的眼睛 但他并不是要戳穿他的眼睛 而是试探他有没有睡着 因为哥哥隐藏的秘密并不能让弟弟知道 这一小举动并没有引起弟弟的注意 直到这一天 男孩上学时忽然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 他感觉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可能是个冒牌货 甚至连腿上的残疾也有可能是假的 而且每晚熟睡后 他发现哥哥的床铺是空的 可第二天 哥哥又会凭空回到了床上 但哥哥每晚的举动却让他感觉非常疑惑 原本一蹶一拐的哥哥 竟变得剑步如飞 根本不像是一个残疾人的样子 就在他疑惑不解时 发现他和一群人来到一条巷子中 奇怪的是 这群人对着哥哥点头哈腰 一口一个老大 老板的叫着 这让男孩十分猛逼 哥哥难不成是隐藏中的黑老大 就当他准备揭穿哥哥的真面目时 突然身后出现一个人 一把捂住他的口鼻 等他再次醒来 男孩已经回到了家中 况且 哥哥也正躺在床上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点 尽管他询问哥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哥哥却满口否认 不清楚弟弟在说什么 为了逼迫哥哥说出实话 小帅直接拿起一根钢管 朝着哥哥慢慢逼近 可被他一把按在地上 让他先冷静下来 声称一切都是幻想 因为弟弟没有吃药 刚冷静下来 可地上的笔心 足以证明哥哥在说谎 男孩上学前 发现一件诡异的事情 他感觉从小一块长大的哥哥 或许是假的 甚至连腿上的残疾 很有可能都是装的 并且每当自己熟睡后 悄悄出现在他的身后 拿起铅笔 对准弟弟的眼睛 按了上去 直到笔心掉落的功夫 哥哥这才确定 他已经熟睡 等他悄悄跟了出去 竟然发现 哥哥不仅不是瘸腿 反而是一群人嘴中的老大 等第二天 尽管他质问哥哥发生了什么 可哥哥声称 他没有吃药 所以出现了幻觉 但掉在桌子上的笔心 足以说明哥哥在说谎 为了调查出 哥哥隐藏的真相 他只好假装不知情 与此同时 这天一家人正在吃饭 弟弟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响声 可一家人坚决认为他听错了 起初他没有在意 就在晚上睡觉时 响声再次传来 带着疑惑缓缓打开房门 准备一探究竟 就在他打开另一扇房门查看时 哥哥突然拦住了他 说里面可能有变异的老鼠 告诉他千万不要进去 可他们前脚刚走 一个黑影就缓缓闪过 得等到第二天 他就将此事告诉了母亲 并且还怀疑 哥哥的腿瘀是假的 结果晚上 这一家人很有可能是假的 吓得他急忙跳窗而逃 逃跑途中 小帅不幸被一辆货车撞飞 结果这一撞 瞬间让他失忆的一部分想了起来 男孩为了救治病重的哥哥 于是在网上寻求网友的帮忙 可就在这时 网上突然冒出一个人 告诉他 只要能替自己办一件事 他就能给予哥哥的救命钱 但为了哥哥的性命 只好答应下来 让他不知道的是 这件事竟让他去杀掉一个人 弟弟思来想去 只要能够救活病重的哥哥 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最终还是同意了网友的请求 根据对方提供的地址 小帅索性来到一户人家 看到床上熟睡的母女二人 一时心软的他决定放弃 因为他不想因为哥哥的性命 残忍杀害无辜的生命 就当他准备离开时 不曾想被出来的小女孩发现 只见女孩拼铃呐喊 小帅赶紧上前捂住他的嘴巴 结果用力过猛 活生生将他窒息而亡 听到动静人走了出来 看到女孩倒在血泼之中 吓得他失声尖叫起来 就这样 小帅在惊恐之中 当场将他解决 刚要准备离开 突然一个男孩又走了出来 但他真的不想再伤害男孩 故意安慰小男孩 只要数到一百 你的妈妈就回来的 随后他就找到雇主 索要医药费 不料雇主只是让他杀气骗饱 不料竟把自己的女儿也杀害了 雇主一怒之下 就要弄死他 结果他没有死掉 反而将雇主挫杀了 就这样 男孩不仅没有救活哥哥 反而葬送了三条无辜的生命 自从这件事后 成了男孩心里的阴影 于是这才将记忆封存起来 直到二十年后 没有被杀死的男孩找到小帅 尽管怎样折磨他 让他承认杀人灭口的事实 可失忆后的小帅 死活想不起来 为了帮助他 男孩特意请来一位催眠大师 他假扮成小帅的哥哥 并且找了几个演员 饰演他的家人 让他从中回想起这段记忆 可伪装后的他们 很快就被小帅看穿 也从警局得知了 自己真实的身份 直到偷跑的路上 被一辆货车撞飞后 这才让他想起了以前的记忆 故事的最后 他并没有告诉男孩 幕后主谋是谁 因为这个人 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为了骗保 导致他们家破人亡 此时男孩哭得撕心裂肺 最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直接从高楼一跃而下 小帅也将一针毒针 注入自己的身体 只为熟下自己的罪恶 关注豆豆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